1 2 3 韓恩口号小朋友们耐力地配合着老师身旦筋骨 而因为疫情关系不止孩子要动一动 大人也要跟着一起做做防疫健康操来增强免疫力 你也知道吗 妈妈在家里通常都是不运动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要求的就是能流汗 我的手脚之前也不太就是都冰冷 可能我被握很久都不会污了 可是自从这样子之后 我的手脚其实就开始会感受睡眠上面的品质也改善蛮多的 与一般健身房的训练不同 这种防疫操利用中国武术 讲究的是气息的运用以及柔和的伸展 而非单纯的使用力道来让肌肉疲劳达到运动的目的 除此之外也最看重下肢的训练 脊椎骨只要正的话 它比较不容易压迫到周围的神经 那病痛也比较不会有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主要是身体体态一定要先让自己的每一个关节骨节 要先对症 对症后骨盆症骨盆症气入丹田 那古人认为说人就像一棵树 那这个腿有力就好像这棵树的树根长得很着重 现代人多数在上班时必须久坐缺乏运动 其实只要在家里或是办公室简单的活动脚板 并将双手向后延伸拍打背部也能强化身心 大约新闻级精选 李建宽台北报道